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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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雪她已经死了 韩雪没死 除非让我亲眼看到她的尸体 否则我绝不会相信她死了 你杀韩雪有功 这一切 我给韩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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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音符都把眼带人带到家里边来了 你是什么 你不是怕我丢徐家的脸 更不是为了我 你是看中人家烟家的铺子 烟家的钱吗 我承担你这么大 你也就这么多钱 我承担你 你老天儿都没来啊 你亲子来了 来 谢谢啊 站好 哎呀 请请 一边请 请请请 一边请啊 小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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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里边请 里边请 原来韩雪根本就没有被绑匪四票 她一直在京城 而徐宝涛知道这也是 这些事情 却让她一直流落在外 最后被大火烧死 为什么要这样对韩雪呢 为什么要这样玩弄你 叶少爷 事情已经这样了 咱们就不要再宣扬了 咱们就不要再宣扬了 不要宣扬了 徐宝涛他做得错我却说不得 他以为集能一架 操纵我的命运就可以让我对他俯首听命 他错了 我跟他事不了力 叶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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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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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公哥老爷寿平南山 渤路东海呀 好 谢谢谢谢 您您有今日 岁岁有今早 多年的福 今天是老爷做生活 姑爷 请问请问 请问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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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青 你怎么才来啊 徐宝涛你可真卑鄙啊 你说什么 你以为自己可以指手遮天 把别人玩弄于鼓掌当中吗 我告诉你 就算是韩雪死了 我也不会跟那个徐宣曼过下去 你给我听清楚 这个水性洋花的淫妇 我要修了她 我要让全潘西镇的人都知道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们徐家都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还不知道吗 她脑子坏了 她在说胡话 你说我胡说是吗 好 那今儿个咱们就把这事说清楚 你带桃江 明明寒雪没死 你却让徐如漫冒名鼎替嫁到我们家来 这个女人水性洋花背着我 跟别的野男人勾搭成奸 你心里面明明知道这件事情 却利用叶徐两家的生意 要挟我们 逼叶家掩盖这件事情 大家伙都听清楚了吧 你们说说 他们徐家还要不要脸 让大家见过了啊 见笑 让大家见笑了啊 老金 还不快把姑爷送过去 姑爷 你快去 快放开我 姑爷 快放开我 姑爷 我告诉你 这事没完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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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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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宝堂 你个混蛋 叶芝秋 你好样的 你今天让我受到屈辱了 我要给十倍来赔 我要给整个叶家来赔 我早就说过 让我和叶芝秋离 您骗不肯 要是离了的话 什么事都没有 你给我闭嘴 要不是你和宋连廷给我惹的祸 叶芝秋怎么可能当众羞辱我 你还有脸坐在这儿 你给我滚 滚就滚 爹 我不是来看笑话的 我来是想告诉你 宋大哥说他有办法对付业家 既可以让您出气 又可以把业家的财产骗过来 你说什么 信不信由你 等等 你说说 与其我说 不如让出主意的人来说 小朋友们我们去吃饭了 吃饭 来来来来 乔丁 乔丁 乔乔乔乔 乔乔乔乔 来吃饭吧 来来吃饭吧 来吃饭走走 坐好坐好 坐好啊 乖乖啊 天羽呢 天羽 天羽 没看到天羽啊 这孩子 又跑哪去了 没看到 天羽 你又在导弹啦 天羽 站住 天羽 给我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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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错了 你放好吧 你每次认错 可每次都不改 院长 这错一定改 那以后去不去那个房间了 不去了 再去你就打断我的腿 那还敢不敢偷我钥匙 钥匙你自己没放 好 不偷 不偷 这才是乖孩子呢 院长 我为什么不能到那个房间 那个房间啊 来了一位客人 他需要安静 不希望别人打扰人 身体好点了吗 刚才那个孩子没劲绕你吧 这些孩子天生好动 孤儿院好久没来生人了 他们都感到好奇 你别介意 来 吃点东西吧 我把你接回来一个多月了 如果不是你刚来的时候高烧不退 一直说胡话 我还以为你根本不会说话呢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你还有什么亲人 需要我去通知吗 需要我去通知吗 也许我不该问这么多 你就好好的在这儿调养 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 我想出去坐坐 好场 嗯 楚人家 birds 楚人家 你们贵我 人民带 我们每个月 kor 你 心善隐隐水飘飘 修金江南草未雕 修金江南草未雕 我不知道你遭遇了些什么 但是你看看这群孩子 看看他们天真的笑话 就是再痛苦的事情也会难忘的 姑娘 姑娘 ged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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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啊 快出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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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现在我唯一的情人 都已经离我而去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真的想不出 还有什么地方 能让你继续活下去 你看到这些孩子们吗 他们都是些孤儿 他们的父母 因战火 激热疾病而死去 他们无依依靠 是我们这个孤儿院 是一些善良的人们 给了他们关爱 给了他们饮食 给了他们栖息之地 比起他们 我相信 你至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和他们 小小年纪 就保守童年 是啊 我 判断一件事情 是祸是福 不在乎苦难的本身 而在乎我们的反应 老天给我们这样的苦难 是为了讨厌我们的情操 历练我们的人生 如果你还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你不妨看看这些孩子们 爹 这是孩儿闹出来的事 要是真有什么麻烦的话 我来顶 你来顶 你顶得住吗 你也不好好想一想 你缴了许宝堂的六十寿担 在大庭拱拱中下 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许宝堂是什么人呢 他的面子比性命都重要 他能放过你吗 他能放过我们叶家吗 你说我现在我我 我可怎么办呢我 爹 您干吗这么怕许宝堂啊 我那天说的话句句属实 不怕他跟咱们对峙 再说了咱们一不怕他 二不看他脸色吃饭 大不了断了两家人的关系呗 反正那个徐如漫 我是不会再跟他做夫妻了 这就算是他跟咱们闹起来的话 咱们也占领 你说得到清晴 那许宝堂是什么人呢 我就怕他明的不来 跟咱们来个案的他呀 爹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歪 管他明的案的呢 反正以后家里边的生意 我一个人给撑起来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做出一番成绩来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一夜之秋 不是等闲之辈 你要真能浪子回头 跟老徐这斗也就罢了 可你不能再让爹失望了 你确定能尝试 十拿九五 好 就按你的意思办 不过咱们下点本情 有多少 这么多啊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啊 徐老爷 况且这些钱 早晚还不再留到你呢 好 我就信你一回 那我这就去办 叶之秋 叶之秋 来 谢谢韩爷姐姐 谢谢韩爷姐姐 谢谢韩爷姐 真乖 来 吃 叶长 来 给我 我不饿 好 留给他们吃吧 好 吃啊 好 给我来吧 谢谢啊 谢谢 来 院长 院长 我看您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 您把您的食物都让给孩子们 这样不会饿坏吗 我是成年人 一两顿不吃 没关系的 那怎么行啊 这孤儿院是您撑下去的 您要是饿病了 孩子们谁管啊 院长 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困难啊 不瞒你说啊 我们已经很久没收到捐助的粮油物资了 这孤儿院还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我倒没关系 可是这些孩子们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时局动荡 这孤儿院也不能幸免 这几天啊 我跑了好几个商会 也找了这里的地方长官 可是都没结果 那看来 我们得想一个自己挣钱的办法了 你有什么办法 还学姐姐你在干什么啊 我在做扇子呀 等我把这些扇子做好了 就拿到市场上去卖 准能卖个好价钱 还学姐姐 能换很多面包和牛奶吗 当然了 说不定啊 还能换好多冰糖葫芦呢 好 还学姐姐 我也来帮你做扇子 我也来帮 那好吧 那我就教大家 一起做扇子吧 好 还学姐姐 能把锅锅放在扇子上吗 它好漂亮 声音也好听 锅锅 这个主意不错 那我们一起来做锅锅扇吧 好 你们看 哇 真好听 好听吧 好听 今天啊 我小的时候 在我的家乡 每到夏末秋春的时候 我就会去抓好多好多的锅锅 把他们放在 这样的小木笼子里面 听听唱歌 我还会去抓好多好多的萤火虫 把他们放在一轮帐里面 一闪一闪的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韩雪姐姐 你的家乡在哪里啊 我的家乡 在江南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你还要找到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他有个手 里面 不过那是一盆 你팅 我好像只能做好多的 Victoria 我可以帮ige 你端的水 你帮你 要多数多点 我都不知道 买扇子 老夫的公衫 老夫的公衫 买扇子 老夫的公衫 买扇子 哥哥 买一把扇子吧 好 我买一把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好了 继续卖扇子吧 卖扇子 哟 这紫禁城里的宝贝也有人偷啊 胆可真不小 我一偷出宫的时候 都不知道偷了多少宫里东西 这算什么呀 那原本就是他家的东西 都民国了 你看一位大清呢 哪还是他家呀 总理家们的人都说了 留出去的都得收回来 这次警察局悬赏的可是十块打烊 十块打烊哥哥 谁要在楼梨厂 看见那个悬赏的宝贝 哈哈哈哈 居立报告 钱立马装进来考赛的 还有那么好的事啊 能从紫禁城里偷出来的东西 早不是卖给哪个大观众来 说不定啊 客官 您来了 请 客官 你点什么 给我来碗面吧 好 行 等着 好 好 来 来 来 买一把 买一把 这帮孩子 谁让你们进来的 走 走 走 发财了 发财了 韩雪姐姐 韩雪姐姐 天宇 这么早就回来了 扇子都买完了吗 买得可好了 才半天功夫就卖完了 真的呀 天宇真厉害 好了 那下午不用出去了 记得今天还要念书啊 好 对了 韩雪姐姐这个送给你 粘花 你们把卖扇子的钱都买粘花了 没有 卖扇子的钱都交给院长了 那借钱是哪儿来的呀 韩雪姐姐 你太啰嗦了吧 这粘花可是我们专程为你买的 难道你不喜欢吗 我当然喜欢啦 不过啊 任何东西都得取之有道 你老实告诉我 钱哪儿来的 不许撒谎啊 好了好了 我们捡来的 捡来的 小二 结账 诶 客官 来嘞 多少钱 五文 对不起啊 我钱好像丢了 嘿 别装了 这种事我们天天见 我再找找看看 走 快 对不起啊 我真的没带钱 没钱 没钱拿多少云亭 就算是捡来的 咱们也不能证为己有啊 你想啊丢钱的人得多着急啊 说不定啊他们就等着前期用呢 可是我们都花了 我买了好多好多糖葫芦 我也吃了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多做些扇子 多换些钱去补给人家了 你们到底想要怎么样 你急什么 等警察来了你就知道了 我为什么要等警察来啊 你这个心里清楚 救他了 救救救救 救救救 救他了救他 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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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小姐 钱包就是在那儿捡的 提皮箱的人 您是他什么人啊 我不认识他 不过他丢了东西 我们是来还东西的 太晚了 我看你得到警察大牢里去找吧 小子 我问你 这箱子里的东西是哪儿来的 我已经说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我父亲花钱买的 花钱买 你知不知道 这些东西可都是紫禁城里的国宝 不知道 我说你小子还挺硬的啊 捉贼都捉脏了你还赖 你就不怕我动行吗 我都已经说过了 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不承认是 那你就等着坐牢吧 不过 你要是还有什么好东西藏在哪儿 只要你告诉我 这牢与之灾嘛 我就可以给你命 你这什么意思啊 看不起我 老板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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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赏钱不是说好是十块的吗 怎么撑五块了 我说 你啰嗦什么啊 大爷我办差 不得花力气啊 哪里两块钱花算什么啊 有就不错了你还嫌少 拿不来 呀呀呀呀不嫌少不嫌少 你不嫌少你不走 走走走走 废话真多 丁总 那小子怎么办 上头说了 东西找到就行了 人 放了 放了 凭什么呀 宣统皇帝 这还从皇宫那偷东西出来呢 你管得着那么多吗 再说上头是要的是东西 不是人 更何况那小子是日本人 上头啊 这是怕惹麻烦啊 来 那 那批东西 在咱们的手上 那可是一辈子吃喝 咱们 咱们 当公差能当警员呢 不老 哎不老 那你说 咱们回老房 瞧几间名头大的 给他们送上去 剩下来的 咱们俩 二一天走 哎 又是这事穿出些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对啊 老你那小子可还知道了 想个办法 让那小子永远张不了总 这事 我就偷 啊 哎 老爷 你看 您买了这块布 绝对是物有所持 真的是 买回去之后绝对不会后悔 您摸摸这面料多光滑 哎 您看这块布啊 还有这个 那 这个是刚刚从杭州运过来的 纯正的杭州丝绸啊 哎 这个颜色印染的工艺也是相当棒的 邱先生 志求接手店铺 已经有些日子了 他干得怎么样 哎 志求少爷啊 近来非常上进 甚至亲力亲为 贾雨时啊 必成大器啊 他那浪子回头 我真的挺欣慰了 不过店铺里有很多事情啊 您还要多帮他提点提点 志求呢 年少其胜 没有经验 以后有什么事情啊 您还要多多帮衬 老爷 有您在旁边看着 不会出大乱子的 哎 老了 这个店铺 我也不能干了 也不想干了 免得志求说我信不着他 那么以后的一切 邱先生 还请多多照顾 老爷 您这么说的话 我也说句实话 我在这个铺子啊 也干了很多年了 您放心 我一定尽心尽力 辅佐少爷的 这不我们要了 哎 好嘞好嘞 这就给您包场啊 谢谢啊 老爷 哎 亲家老爷来了 叶兄 叨饶 叨饶 许兄 不是您来 未成功后 失礼 失礼 失礼啊 客气 客气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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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呀 哎呀 执修前一阵子到你府上 胡作非为 我想 等你火气消了 到府上 父亲请罪 没想到你倒先来一步 真是让我 羞愧万分的 哎 这事儿 不提也罢 其中 有很多误会 也不能完全怪知秋 都怪我 怕影响 他和儒曼的夫妻感情 很多关于寒雪的事情 一直未说清楚 才造成这么大的误会 只就怪我 也情有可原 这么说 你不愿意知秋了 不满叶兄 当时我确实气急 差点报官了 是如漫拦着我 后来 当我平心静气一想 也就想通了 一切是造化弄人的 再说了 只求是我女婿 是一家人 有什么解不开的原仇啊 算了 算了 真真好 真真好 听了你这句话 让我这颗悬着的心哪 总算是放弃了 徐兄真是 大人有大量 业谋 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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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么着吧 杰哥 你先别急着走 我做东 天赋楼试验 见请所有的亲朋好友 也让我为你补过 六十手袋 叶兄不必如此花费 我今天登门拜访 其实是有一药事相伤的 不是我在叶兄面前夸药 我说 拓宝阁现入金也是声名远播 有位海外客商看中了咱们善子 骑手就是这个数 一千 一万 一万 这还真得恭喜恭喜啊 这是比大买卖呀 对方说 这批货都要销往包裹吧 没把扇子 除了自谭善儿 还要配最精美的丝绸扇袋 说洋人就好这个 多宝阁的丝绸扇袋 那一向是我们几副强做的 这么多年了 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事实 我说是 叶兄也不必着急 听你我的交情 这扇贷 我不找你紧不相作 我能找谁去 不然 我也不会专长跑这一趟啊 虚心如此待我 让我无言以对啊 这么着 等罪就会咬的回来 我让他到你府上 给你赔罪 不必不必 事情过去了 咱就不提了 这是订金 这扇货要的急 得烦恼叶兄多辛苦啊 给众多订金是应该的 哎呀 师兄真是心胸狂狂 干事干脆 你不必是做大事的人啊 哎呀 你就别夸我了 喝茶喝茶 喝茶喝茶 行行行行 主持人 咱都假承账 红즈 years 真是想要阿 宝主 说我 an 召 ill 召一 辈子 存子 伤子 发展 和儿女亲家的关系 他轮不到咱 志秋 你怕钱摇手 爹 这徐宝堂不是什么好东西 谁知道他按的什么心啊 只要咱们按其交货 一切按照文书的条款去做 他就是想耍花招 他没机会耍呀 更狗晃我觉得 你跟林寒雪这事啊 一定有人调理 徐宝堂尽管他不是圣人 可在咱们盘西战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口碑很好 他不能做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 这没道理啊 我想一定有小人挑拨 你呢 也就别再道挺毒说了 爹 这 行了 这事别争了 我还是锦福祥的东家 这事就这么定了 你只管把这单生意做好就行 爹 爹 东家 邱先生 你来得正好 多宝额善待的生意 你帮我盯着点石秋 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 放心吧 老爷 少爷 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啊 我们接这么大个单子是好事啊 我气就气在我爹只要看见挣钱的事 他把什么都给忘了 他怎么就不记得这个徐宝堂不是什么好人啊 现在世道这么乱 我们能接这么大的单子 一两年不开张都没事了 你就别怪他了 你别怪他了 怎么 除了这个就没别的房子赚钱了 这几个月 铺子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零打碎销的生意是有 可是像这么大的劲相 这几年也碰不到啊 我们呢 可不能像那些投机商似的 一转手就几千万的赚 咱们那样要脚踏实地 什么投机生意啊 投机去想的是补体也罢 你别支支吾吾的 到底是什么事告诉我 事好事坏我自己会判断 这放印子钱 少爷您知道吧 就是小钱呢借给穷人 大钱呢借给那些投机商 他们拿着千万的资金 左手进右手出 你别管他做什么买什么东西 但是呢就是赚得快 利润也丰富 这那么赚钱怎么还要借钱呢 钱这个东西它是个无底洞啊 什么叫多呀 它越多越好啊 资金越丰厚 它利润越丰厚啊 所以这叫什么 借机申败 你说这个事靠得住我吗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何况是做生意了 那是关键靠自己的眼力去判断 要不就是试试 不行不行不行 老爷最讨厌投机去想这事了 咱们不告诉他不就得了了 这个是个很冒险的事啊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呢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好多宝贝这单生意吧 我现在就是不想赚许宝堂的钱 如果要是咱们自己能找到一条发财路的话 赚更多的钱 我爹他也就不会说什么了 更何况 现在接管锦副祥的人是我 如果要是还按照我爹那种老的方法来去经营的话 那我不就是个摆设吗 那少爷您执意如此 这事就录定了 老爷让我帮着你 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但不管怎么说 我会尽心尽力的 这么着 我先去打探打探 越快越好 来 在 Miami 我逛了 再五十五十万 请问 诶 宋先生 我正想找您去呢 不用你找我 我这不是找来了 你事安排怎么样 找我您找好了 谢谢您 好 轮您席班挺大人的 您就放心吧 好 安排个时间跟我见面 还要按咱们俩说的再次 行 今儿这是请的什么绝啊 啊 这么热闹 不是绝 是个骗子 就是把我这厂子给包了 别说 厂子还真不错 这么大胆子 到底是什么来 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 姚翠儿 他哥哥姚一山 过去是严肥 手上人命无数 后面上曾有给收 他呢 就站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给曹允做了先来呢 以后啊 授房做了姨太太 你没准啊 你说的是大军阀曹允 不是他是谁 对了 这两天你的小区那边 这个人可不好惹啊 他来盘西镇干 听说他老家是这儿 一锦还香呗 军儿 颂秋 给我泡杯毕楼润来 戲唱得这么累 哪能让你自己动手 什么东西啊你 敢调戏我 呦 脾气还不小 我喜欢 再骂两句给大爷听听 怎么不说话 原来是范剑讨骂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骂 不如你骂几句我来听听 要是骂得顺耳了 我都放你走 要是骂得不顺耳 这几杆枪可是不长眼睛的 怎么着 有枪了不起 大爷玩枪的时候 你们还没出声呢 有本事冲我开枪 开枪啊 不敢了吧 要是不敢开枪的话 我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 教理绝硬 慢着 请不吝点赞 né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